台中市安美族同步代表向天祈福 希望祖林必有族人今年的漁獲能夠豐收 这是今年在台中市雾骑浴港举办的第二届台中市原住民捕鱼祭 台中市长胡志强除了应邀官里外 也与族人进行撒网仪式 为今天的活动揭开序幕 虽然天空不作美 台中市一整天都下着大雨 但是为了难得的捕鱼祭 许多人还是冒着风雨前来参加 原住民的那个一年一至的那个聚会税 一定要半岁 不管是下一天风大还是到场办这个 无雨季的那个风雨那个聚会 因为我从小我国小二年级就会撒网了 这是老祖宗 老公阿嬷特别交代 这个文化这个传承 这个技能一定要有 你才能够生存 虽然旅居大台中的阿美族人 大部分都不再是以渔猎为生 举办这样的活动也是希望族人不要忘本 同时也象征文化传承的意义 海中市阿美族总头目 杨敏俊带领成年男子登上渔船 在港边绕了一圈 象征性的带领大家完成整个捕鱼祭的仪式 虽然贴气不好但参与的族人让人不得不佩服 集群的丧心力以及对文化记忆的重视 记者No 台中市三国国导